來 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周映俊老師 哪些守面相的人呢 比較容易適實物為俊傑 對 我們講說適實物者為俊傑 就是你知道如何變通 知道因應現在的環境的方針 你知道怎麼樣 對你是比較有利的 那這樣來去做改變 去做變通那才會俊傑 不是一層不變的 如果說是他的額頭比較寬寬的人 通常就是不會干壁自用 因應時事 就是他知道說 像這種人通常都很聰明 那因為他聰明 但是他不會干壁自用 不會想說我就很聰明 我什麼事情 我自己認為對就對 他不會 他會請教長輩 任何一件事情的那個 就是說在規劃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會請教長輩 請教一些專家 譬如說在某方面的專家 我只要做這個事情 我會先請教這個專家 再來就是 去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 不會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怎麼樣就好了 他不會就是自覺得很了不起 所以他還是會去請教別人 那因為請教別人 如果說別人告訴他說 這個是不好的 那很可能 因此會走很多的彎路 走很多的不必要的路 我跟你講他就會去改變 他自己的現狀 所以他一直在修整... 所以這樣子對他就是好的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通常認為四十五的微禁節 有一點點的那個叫扁的感覺 說你這個人很現實 那不是現實 他其實是因為 知道如何讓自己走得更順暢 走得更好 所以他就是聰明 他的工作事業 永遠都是很成功的 就是這樣子的人 再來我們看看 印堂開闊的人 這個叫三不轉 路轉 不會困死自己 通常印堂比較開闊的人 都是比較心胸比較開朗 什麼事情都沒關係 人家說 時到時到時到 沒米才來煮寒雞湯 他其實就 反正那邊什麼事情 反正要做就做就做 做了總是會碰到瓶頸 或是碰到不對 這個時事的關係 因為他就走不下去 他走不下去 他就會變 他就時到時到 沒米才 三不轉我就路轉 他不會去困死自己 那就是知道 怎麼樣的去轉 怎麼樣的去轉 那當然就是 那個轉的現象 一定會對自己是最有利的 那通常也會人家 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是四十五者微禁節 就是說也會說 你把很足足 很高轉變這樣 那其實這個狀態也是說 他很能幹 應該講說 他很好相處 但是問題 對 他對他自己 就是會放過自己 當然這個改變 都是對他好的 那個不好的 我跟你講他不會再走了 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看 就是眼睛清秀的人 他其實是 看清當前隨機應變 他知道怎麼變通 怎麼講呢 因為這種人 他通常做事情 他不會一成不變 做一個結 就是一個 就是我要 比如說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準備一套 SOP就好了 不會 他可能就會準備三套 一套就是最好的狀態 一套就是最差的狀態 但是還有一個叫做 正常的狀態 所以他通常 他每一件事情 他都會規劃到三部去 好的時候 當然他一定會用 最好的狀態去做 但是這個中間過程 他會一直修飾修飾 如果說有最壞的狀態的時候 他還是有他自己的一套 SOP在走 那這個不行 通常都是一般 就是平的 那到後來 他沒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可以垮掉他 或是讓他不舒服 所以說這個人 就是會隨機應變 也是屬於 事實物為進捷的人 所以說相當不錯 所以他也不會踩錯 也不會走彎路 也不會跌倒 為了宋哥說 你在結婚之後 在交朋友上面 做了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 我其實算是一個 非常貪玩的人 就是重視朋友到 今天如果半夜三點 如果我朋友 打一通電話給我說 快點出來陪我 我們去玩 我就會好 立刻著裝 我就要出門 可是因為結婚之後 畢竟因為我 我其實是結了婚 其實我就已經懷孕了 所以變成是 以前你要邀約我 我晚上沒辦法出門 我老公會抱怨 會覺得你現在 懷孕不好 我在家休息 我當時還是跟公婆 一起住 所以更不可能 有這種事情 可是因為小孩 慢慢開始長大 然後我終於 可以熬過前面 那些小朋友 晚上半夜起來的 這一些過程 我現在晚上 偶爾可以跟朋友出去 我反而覺得說 這時候的朋友 你反而會覺得 你要更加珍惜 原因是 他會換位思考 我不會隨時 半夜約你出去 你半夜約我出去 難道你不知道 明天一早 我六點半要起床 小朋友要上課 你沒有替我著想 你真正的朋友 應該是我們互相尊重 我尊重你有家事 我也就是拿捏得出 那個分寸 幾點我們可以事前約 但是你不要臨時約 那我現在的交友 我反而就會比較喜歡 我覺得也更適合 就是比如說 我們兩家都有小孩 小孩年齡層差不多 然後你老公跟我老公 他們也聊得來 有時候兩家約了出去 三家一起 我反而覺得說 你不會有以前那種 患得患失 為什麼等你等幾年 都不來找我的那種感覺 現在我覺得這樣 我反而覺得說 比較自在 比較輕鬆 也是一種斷捨離 對 沒有錯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也沒有說哪一個不好 做一個整理就是 Stacey你現在這麼多角色 那你在事業跟家庭上面 生活上面 怎麼達到平和 因為我的工作都是 就是工作到很晚 因為你想新郎新娘 他們下班來 可能那六七點了 對不對 聊一聊 聊到九十點 我就收我一下 十一二點回家很正常 所以我每天都是到 凌晨才回家 對 我跟小楊哥 每一天的熱線 就是大概到十二點 一點的時候 他會敲我一個線說 該回來了吧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最甜蜜的溝通了 對 然後 對 然後那 我回去就看不到小孩 因為小孩就已經睡了 那早上 這樣我也不可能 六七點爬起來送 對 所以我早上也見不到他 晚上也見不到他 我常常一個禮拜 像上個禮拜我就是 第六天才見到他 對 就是很多天看不到孩子 那有時候變成說 週一到週五這樣 但六日我又 都有婚禮的話 我就是七天都看不到他 對 所以我現在 只要有意有休假 我就是想陪小孩 對 我就想要陪他身邊 陪他出去玩 安排家族的旅遊這樣子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我非得要捨斷離掉一些東西 那我也是沒有辦法 就選擇社交 對 就變成說 好像過著沒有朋友的生活 就不太可能跟朋友去逛街 什麼喝茶 聊心事 真的就比較沒有這樣子 對 很辛苦嗎 我覺得辛苦 但是很充實 那沒有辦法 就是生活上 就是每天 就是大家只有兩隻手24小時 你有曾經想過 要不要放棄工作嗎 就待在家裡多陪小孩 沒有 他會變成老師說的那個 兩個舉 你給我過來 還好應該說 還好沒有成真 我那時候生我小孩的時候 小陽哥就用他那個 三寸不爛之舌 就是要騙我 他說我跟你講 你現在工作也做到算是不錯 然後又生了小孩了 又嫁給藝人 這時候就是你華麗轉身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獅子座就是很喜歡華麗 他一講到華麗轉身 我覺得好值得考慮喔 對啊 那後來下一個問題 我就是馬上回到縣市 我說那你一個月要給我多少錢 聽完以後我就馬上 就是改變想法 對 就華麗的再轉回去 對 我就華麗的再轉回去 我說那不用了 謝謝 對 曾經有那麼兩秒有想過 但就聽到那個答案以後 我覺得還是 她到底是說了多少錢 讓你又華麗的 轉回你的工作崗位 欸 不好說 你們下一集可以問她